虽是鬼怪故事,却应人生百态 嗨,大家好 欢迎来到《遇见汉语之》 《遇见鬼怪故事》聊斋志义 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 名为《新十四娘》 广平县的冯生是明朝正德年间的人 冯生年轻的时候,行为轻挑,酗酒无度 一天拂晓,冯生偶然外出,恰巧遇到了一位少女 少女穿着红梯衫,容貌娟秀 她还带着一个小丫鬟,踩着清晨泥泞的路面 辛苦赶路,鞋袜,都被水浸透了 冯生看着少女,私下里对她产生了爱慕之情 傍晚时分,冯生醉酒回家 路过一座荒废已久的寺院 一位女子从寺院中走了出来 竟然是她先前遇到的那位美人 她看见冯生前来,立即转身,跑进了寺院 冯生暗想,这位美人怎么会住在寺院里 她把驴拴在门口,想去查看个究竟 进门后,只见寺庙断壁残垣 凌落不堪,台阶上布满苔藓 宛如地毯 冯生正在犹豫之时 寺庙内走出来一位头发斑白 衣貌整洁的老汉 老汉问冯生 客人从哪里来? 冯生说 我只是偶然经过这里,打算游览一番 老先生,您为什么会到这里来? 老汉说 我漂泊在外,没有住所 暂时借此处安顿家人 既然蒙你光临此处 请进屋喝一杯山茶 全当喝酒吧 于是,老汉把客人迎进了寺院 冯生看见大殿后面有个院子 石板路,又光又平 没有丛生的杂草 二人进到屋里 却是帘木床帐 香气袭人 入座后 老汉陈述姓名说 我姓新 冯生借着醉意 突然问新老汉说 听说您家有一位小姐 还没遇到合适的配偶 帝人不穿冒昧 想求娶那位姑娘 新老汉面带笑容 说 请容我与我的老妻商量片刻 冯生当即要来笔 写了一首诗 千金密欲处 殷勤守自江 云英如有意 亲未导圆霜 新老汉看后 笑着交给了身边的人 不一会儿 一个丫鬟在新老汉耳边 说了些什么 新老汉便站起身来 请冯生耐心地再坐等一会儿 自己则掀开帐幕走进里屋 只听得内室里隐隐约约 说了几句话 新老汉便快步走了出来 冯生以为一定是有好消息了 可是新老汉却坐下来 跟他说说笑笑 没有再提这件事 冯生忍耐不住 问道 不知小姐的意思如何 希望您能消除我的疑虑 新老汉说 先生 您是卓尔不群的人物 我也很欣赏您的风采 但是 我有些心里话 不方便对您说 冯生再三请他说出实情 新老汉说 我有十九个女儿 已经嫁出去了十二个 嫁女的事都是由我的老妻来管 我却从不参与 冯生说 我只是喜爱 今天早晨 领着小丫鬟 踩着露水赶路的那位小姐 新老汉听了不搭枪 两人又相对 沉默无语 这时 冯生听见屋里传来亲密交谈的细语 他便借着醉意掀开帘子说 既然你我不能成为夫妻 也应容我再看看你的容貌 以消除我的遗憾 旅屋几人听见连钩响动 都站在那里 惊愕地看着冯生 其中 果然有一位红衣女子 正抖着衣袖低着头 她体态轻盈 粘着衣袋站在那里 看见冯生进来 满屋的女眷都惊慌失措 新老汉大怒 让几个仆人把冯生拽了出去 冯生愈发醉意上涌 一头倒在杂草丛中 睡着了 屋顶破碎的瓦片和石块 如雨点般落了下来 幸运的是 没有打在她身上 睡了一会儿后 冯生隐约听见自己的驴在路边吃草 就站起身来 跨上驴背 亮亮呛呛地继续向家里走去 夜色迷蒙 逢生错误地走进了一条西建山谷中 那里狼跑夜鹰叫 吓得她毛发直竖 浑身发抖 她吃出不前 茫然四顾 不知这里是什么地方 她远远望见苍茫的树林里灯火眼映 估计那里一定有一个村落 便快步前去投诉 来到村子 冯生抬头 看见了一户人家高高的大门 她用鞭子敲门 院内有人问冯生说 您是哪里来的客人 半夜到这里来 冯生说自己迷路了 问话的人说 等我告知我家主人 冯生站在门外 翘首等待回音 忽然 她听见院内开锁开门的声音 一个健壮的仆人走了出来 替她牵驴 冯生进门后 看见这里房屋华美 堂上点着灯火 她刚坐下不一会儿 一位妇女从内室出来问客人的姓名 冯生如实相告 过了一段时间 几名丫鬟把一位老太太扶了出来 正色说 郡君道 冯生便起身站立 整理了衣服 就要行礼 老太太连忙上前阻止 让她坐下 对她说 你难道是冯云子的孙子吗 冯生有些惊讶 说 是的 老太太笑着说 你是我的外甥的儿子啊 我现在老太隆中 风竹残年 骨肉亲戚之间 已有很久没来往了 冯生说 我从小失去了父亲 我祖父的亲属 十个礼 我认不出一个 很抱歉 我以前没有来拜访过您 请您告诉我您是哪位 老太太说 你将来会知道的 冯生不敢再问 坐在老太太对面猜来想去 老太太问他说 外孙 你怎么深夜来到这里了呢 冯生一向乐于夸耀自己的胆量 便把自己遇到的情景 一一讲述了出来 老太太 老太太就笑着说 老太太就笑着说 这是大好事 何况你是名士 一点也不会玷污这段姻缘 那野狐狸精 怎能如此傲慢无礼 你别担心 我来为你们做美 冯生连连称谢 老太太又看着身边的人说 我没想到 新家的女儿竟长得这么漂亮 能让我外孙如此喜欢 丫鬟说 他家有十九个女儿 都风流潇洒 饶有风韵 不知 公子要娶的是哪一位 冯生说 那姑娘的年纪 大约十五六岁 丫鬟说 那是十四娘 三月间 她曾跟母亲来给郡君祝寿 郡君可还记得 老太太笑着说 难道是邪的墓底 露刻着连半花纹 里面还装了香粉 蒙着纱金走路的那个 丫鬟说 就是她 老太太说 那丫头特别会别出心裁 耍娇媚 弄乖巧 不过 的确是调咬多姿 外孙的眼光不差 老太太又对丫鬟说 你去打发小黎奴 把十四娘叫来 丫鬟答应了一声 便前去叫人 过了一段时间 丫鬟进来禀告 新家十四娘已经来了 旋即 众人看见一位红衣女子走了进来 向老太太俯身下拜 老太太上前把她拽起来说 以后你就是我家的外孙媳妇了 不必行丫鬟的礼 新十四娘站起身来 体态轻盈优雅地站在那里 红袖低垂 老太太礼一礼她的鬓发 又碾一碾她的耳环 说 十四娘最近在家做什么活 新十四娘低着头回答说 闲时做些刺绣 她又回头看逢生 显得羞涩不安 老太太说 这是我外孙 她满心要跟你结婚 为什么还让她迷路 一整夜在溪谷里乱窜 十四娘低头不语 老太太说 我叫你来 没别的意思 就是想为我外孙做美 新十四娘仍然保持沉默 老太太吩咐扫握榻 扑被褥 让二人当即成亲 新十四娘腼腆地说 我要回去告知父母 老太太说 我为你做美 还能错得了吗 新十四娘说 郡君的命令 我父母自然不敢违抗 但是 如此草率的婚姻 我就是死也不敢答应您的 老太太笑了笑 说 你这小丫头果然有志气 真是我外孙媳妇的最佳人选 于是 她便在新十四娘的头上 拔下来一朵金花 交给冯生收藏 又让冯生回家查阅黄历 找一个吉日良辰 作为婚妻 随即 又打发丫鬟 把新十四娘送回家去了 这时 只听见远处的雄鸡已在爆小 老太太便派人牵驴 送冯生出门 冯生出门几步以外 猛然再回头一看 村庄房舍 已经全都消失不见了 只有一片茂密的松林 和棚草掩盖着的几座坟墓而已 冯生定了定神 想了一会儿 才回忆起 这里原本是薛尚书的坟墓 薛尚书是冯生 已故的祖母的弟弟 所以薛老太太 才会叫他外孙 冯生心里明白 自己昨晚是遇到了鬼 但他仍不知道 新十四娘是什么人 他哀声叹气地回到家里 漫不经心地选了一个吉日 并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但心里依然担心 与鬼的婚约靠不住 他又去了那座荒废的寺院 只见那里依旧荒凉 他向周围的居民打听 大家说 寺中时常有狐狸出没 冯生暗中想 如能娶到十四娘 即使她是狐狸 也挺好 到了婚礼这天 冯生把房屋道路 打扫得很干净 又派仆人轮流等候十四娘的到来 但是直至半夜 仍然没一点消息 冯生觉得已经没有希望了 可不一会儿 他就听见门外有人声喧哗 冯生他拉着鞋出屋一看 只见花轿已经停在院里了 丫鬟们已把新十四娘搀扶到屋内坐下 嫁妆也没有多余的东西 只有两个大胡子奴仆 扛了一个瓮般大小的存钱罐子 把它卸下来 放在堂屋的角落里 冯生得到了一个漂亮的媳妇 非常高兴 并没有在意 新十四娘是否是人类 他问新十四娘说 我外祖母只是鬼 你家为什么会对他那么百般顺从呢 新十四娘说 她的丈夫薛尚书 在冥界当了五都循环时 这附近几百里以内的鬼狐 都是她的侍从护卫 但她不常回家 冯生也没忘记没人 第二天 便前去薛尚书的坟墓前祭奠 回家后 冯生看见两个丫鬟送来了带有被闻的锦伯 作为贺礼 他们把锦伯放在极岸上 便离开了 冯生告知新十四娘 新十四娘一看锦伯便说 这是薛尚书家的东西 本县有一位通政使楚某 他的儿子在年幼时曾与冯生是同学 两人关系亲近 楚公子听说冯生娶的是胡妻 便在他们婚礼三天后送来酒时 随即到冯家为冯生祝贺 过了几天 楚公子又送店条来 叫冯生去喝酒 新十四娘闻讯 对冯生说 前几天 楚公子来时 我从墙缝中偷看他 发现此人眼如猿猴 鼻似阴晦 样貌奸邪 你跟他切勿过多往来 这次也最好别去 冯生同意了 第二天 楚公子又登门来 则问冯生施约之罪 还带来了他的新作品 冯生评论这些诗篇时 说了些嘲笑话 让楚公子很惭愧 两人最终也不欢而散 冯生回屋后 笑着对十四娘 讲述了这件事 新十四娘 面色凄惨地说 楚公子性情很如豺狼 你不可亲近他 可你却不听我的话 还冒犯了他 会招来灾祸的 冯生笑了笑 表示感谢 后来 冯生见到楚公子 总是恭维的 总是恭维地说笑 二人以前的嫌隙 也渐渐消除了 世线 世线提督学政主持考试 楚公子考了第一 冯生考第二 楚公子 楚公子为此沾沾自喜 欣赞赞赞 久过数旬 堂上奏起音乐 吹吹打打 音调粗也 在场的人都很高兴 忽然 楚公子对冯生说 谚语说 考场中应该揣摩 评审官的喜好 现在知道 这话大错特错 我的名次 能铁居于你之前 还是因为我文章的 棋手处的几句话 更有真知灼见 楚公子说罢 满座宾客赋和称赞 逢生因酒醉 没忍住 放声大笑说 到现在 你还以为自己 是因为文章写得好 才得了第一吗 逢生说完 满座宾客 顿时变了脸色 楚公子听后 羞残愤恨 气得说不出话来 随后 客人渐渐散去 逢生也逃走了 逢生酒醒后 悔恨自己失言 把事情告诉了 新十四娘 新十四娘愤怒地说 你真是个没见识的 轻薄子弟 一个人用轻薄的态度 对待君子 会使自己丧失德行 用这种态度来对待小人 就会给自己招惹杀身之祸 你离祸事已经不远了 我不忍心看着你摔落破败 请让我现在就和你告别吧 逢生心中非常害怕 流下眼泪 把自己的悔意 告诉给十四娘 新十四娘说 如果你想让我留下 就听我的话 从今天起 你必须闭门不出 杜绝交友 更不许随意喝酒 逢生恭敬地答应了她 新十四娘持家勤俭 半时利落 她每天都会在家里 仿杀织布 她时常自己回娘家 但从不在那里过夜 同时 她还时常会拿出些赢钱 来维持生活 如果有盈余 她就会将多余的钱 投到大存钱罐里 新十四娘还整天关门庇护 有来访的 她就吩咐仆人家以谢绝 一天 楚公子派人送信来 新十四娘见了 立刻就把信烧了 也没告诉冯生 第二天 冯生出门进城 为别人调丧 在死者家里遇到了楚公子 楚公子抓住他的胳膊 苦苦相邀 冯生借故推辞 楚公子又让马夫给冯生牵马 强拉着他走 他们来到楚家 楚公子立即就吩咐仆人 摆上了丰盛的酒食 冯生又推托说 要早点回家 楚公子不断地拦阻 又叫婢女出来谈争作乐 冯生一向放纵不羁 近来又被关在家中 觉得非常烦闷 现在 忽然遇上了可以痛饮的机会 顿时兴起 不再把新十四娘的主妇 放在心上 随后 她喝得大醉 在席间颓然倒下 楚公子的妻子阮氏 最为凶悍妒忌 家中的丫鬟机械 都因为她不敢修饰打扮 前一天 一个丫鬟误进了书斋 被阮氏抓住 又用木杖打她的头 丫鬟被打得脑浆崩裂 当即毙命 楚公子因曾受到逢生的 鸡巢挖苦 怀恨在心 天天都想着报复 于是 她便图谋用酒 把逢生灌醉 并加以诬陷 这时 楚公子趁着逢生醉倒酣睡 便把丫鬟的尸体 扛到她的屋内 然后 关上屋门 静自离去 五更十分 逢生醒过酒来 才发现自己躺在几岸旁 她起身 去找卧榻和枕头 却觉得有个腻软的东西 绊住了自己的脚 她用手一摸 是一个人 逢生以为是主人打发来 事后她的同仆 就用脚去踢着人 可那人 却一动不动 身体僵硬 逢生大为恐害 跑出门去怪声喊叫 奴仆们全部出动 点上火一看 看见了尸体 便立刻抓住逢生 愤怒地叫闹 楚公子出来验尸 污蔑冯生 说她强奸 并杀死了自己的丫鬟 还把她押送到 广亭县的县衙 过了一天 新十四娘 才听到消息 她流着泪说 我早就知道 会有今天 此后 她便暗日 给冯生 送些钱去 冯生见了福尹 无法辩解 有多次遭受拷打 被打得皮开肉绽 新十四娘 亲自前去 看望冯生 两人见面后 冯生悲愈的冤气 堵在心上 说不出话来 新十四娘知道 这场冤案很难解决 就劝冯生认罪 以免再受刑罚 冯生流着眼泪 表示听命 新十四娘 往来于家与监牢之间 可其他人 虽近在咫尺 却看不见她 她回到家后 叹息不止 又把丫鬟 打发了出去 新十四娘 独自住了几天 她就托媒婆 买了一个 叫陆儿的良家女子 陆儿已经到了该出嫁的年龄 容貌也颇为漂亮 十四娘与陆儿同寝共识 对陆儿的关怀爱护 超过了其他所有的仆从 冯生最终 冯生最终承认了 酒后误杀丫鬟的罪名 被判为绞刑 仆人们把这个结果 告诉给了新十四娘 他们边说边哭 气不成声 新十四娘听后 却神色坦然 好像并不介意 不久后 秋天处决犯人的日子临近 新十四娘开始惶恐不安 她焦急地为丈夫的事忙碌 皱取夜归 脚步停步 每当寂静无人时 还会呜呜夜夜 悲切哀痛 以致睡眠与饮食大减 一天午后 深时 原先派出的一位狐女丫鬟 忽然赶了回来 新十四娘立即站起身来 带着她到没人的屋里交谈 出屋后 十四娘笑容满面 像平时一样料理家务去了 第二天 仆人前往监牢 冯生则烧化来 要新十四娘前去与她 做最后的告别 仆人回来复命 新十四娘随便应了一声 也不悲痛 很冷淡地将此事放在一边 家人们都暗中议论她太过决绝 忽然 街头沸沸扬扬地开始传言 说通正使楚某被革职了 平阳观察使奉皇帝的旨意 来办冯生的案子 仆人闻讯大喜 将此事告知新十四娘 新十四娘也很高兴 立即拆人到 府衙去探望冯生 而冯生竟已经出狱了 主仆悲喜交集 不久后 官府还将楚公子捉拿道案 一经审讯尽得实情 冯生也被正式判为无罪 冯生回家见到新十四娘 哭得泪水连连 而新十四娘面对冯生 也露出了悲苦之色 两人难过完了 又高兴起来 但冯生始终不知道自己的案子 是怎么让皇帝知道的 新十四娘笑止丫鬟说 这就是你的功臣 冯生惊恶地问其中的缘由 原来 在此之前 新十四娘打发丫鬟赶赴京城 本想直达皇宫 为冯生申冤 但丫鬟赶到后 发现宫中有神明守护 只好在宫外徘徊 好几个月也进不去 丫鬟害怕误事 正想回来再做打算 忽然 他听说当今的皇帝 将要出游去大同 于是 丫鬟就预先赶到大同 扮作流落至此的妓女 皇帝来到妓院 立刻就迷恋上了丫鬟 皇帝觉得 丫鬟不像是风尘女子 丫鬟便低头流泪 皇帝问 你有什么冤枉苦楚 丫鬟回答说 我原籍在广平县 是生缘逢生的女儿 父亲因冤狱将被处死 就把我卖进了妓院 皇帝听后 面色凄惨 当即赐给丫鬟 黄金百两 临行前 皇帝又详细地询问了 案件的始末 还拿纸笔来记下 逢生的姓名 皇帝还想与丫鬟一同回宫 丫鬟说 我只求妇女可以团聚 不求华衣美食 皇帝点头同意 便离去了 丫鬟把经过详细讲述给冯生 冯生听后 急忙下拜 流下了感激的眼泪 又过了一阵子 新十四娘忽然对冯生说 我若不是因为与你的夫妻之情 哪里会招致烦恼 你被逮捕时 我为你奔走在亲戚间 却没有一个人帮我想办法 当时那种酸楚的心情 真是无人可以理解 现在我看到人间 越发感到厌烦悲苦 我已经为你找到了更好的妻子 我们可以从此分别了 冯生闻言 师生痛哭 伏地不起 新十四娘这才没走 夜里 新十四娘打发鹿儿去陪冯生 冯生拒不接受 第二天清早 冯生见到新十四娘 容貌大变 又过了一个多月 他逐渐显得衰老 半年后 面色发黑 就像一个乡村的老太太 但冯生依然敬重他 始终没有变心 这时 他忽然又要告别 并说 你自有称心的伴侣 为什么还要我这丑老婆 冯生伤心哭泣 依旧像以前一样 对他 又过了一个月 新十四娘突然生病 不禁饮食 虚弱地躺在房中 冯生事后汤药 就像对待父母一般 但是 巫术医药全都无效 新十四娘最终 还是刻然尝试 冯生悲痛欲绝 便将皇帝赐给丫鬟的钱 为新十四娘 办理了隆重的丧礼 过了几天 狐狸丫鬟也走了 冯生便按照新十四娘的安排 娶了鹿儿为妻 一年后 鹿儿生了一个儿子 然而 冯家的耕地 却连年欠收 家境也日益破败 夫妻二人没有办法 形影相对 整天发愁 他们忽然想起 厅堂角落的大存钱罐子 过去 冯生经常看见 新十四娘 往里投钱 不知是否还在 两人走近一看 那里已经摆满了 将纲言谈 他们把这些东西 一件一件地移开后 用筷子往大存钱罐子里插 里面却硬地插不进去 他们把罐子砸碎 金钱撒了一地 从此 冯生一家又富裕了起来 后来 冯家的一个老仆人 恰巧来到太化山 看见新十四娘 骑着一头骡子 狐狸丫鬟则骑驴跟随其后 新十四娘问老仆 冯书生可还安好 然后他又说 请告诉你的主人 我已名列先及了 说吧 新十四娘就消失不见了 故事的结尾 作者还有这样一段评语 他说 轻薄的言辞 多出自于读书人 真是让人感到痛心惋惜 我也曾经冒着被误解的风险 发表过一些不合时宜的言论 尽管如此 我从未停止努力 勉励自己 融入君子之道 至于说 那是祸是福 就无所谓了 如果说 冯生只因一句话 就差点丧命 如果不是家中 有仙人相助 又怎么能够逃脱淋雨 再次回到尘世呢 一句话 就能发展成这么大的波折 真是令人担忧啊 好 今天的聊斋故事 新十四娘 就讲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 就请点赞并订阅吧 也请您多多评论及分享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